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講一句名言 那句名言就是蘇格拉底講的 蘇格拉底被譽為一個古代哲學家 認識很多東西 但是他的名言竟然是 我只知道一件事就是我一無所知 很有趣 很多尤其是不懂事 那些人或者是自己以為是博學的人 就覺得自己什麼都知道 尤其是之前我在香港有一個經濟學家 博士在銀行工作 我在一個座談會見過他 他好像在台上高高在上 擦下擦下張椅子 然後看著下面的人 就好像以前龍珠一樣 比達對著的人說 你這班愚蠢的地球人 我的戰鬥能力是十九幾萬分 你們只有那一兩千分 你們不知道我在說什麼 因為在說很多英文 又說secure bear 即是結構性的熊市 香港的樓市一定不會好 又怎樣怎樣 你這班愚蠢的地球人 你有樓就要賣掉 如果不是你們就會輸到PK 那天我在台下 那我看見 怎麼可能這麼自大呢 要是可以判斷到 之後的價格可以判斷得到 那我經常都說 我能知三日市就富貴萬千年 那我看東西就是看大趨勢 就是看國運 國運好那些價格 房地產價格會升就這麼簡單 你不要說那麼多 知知節節 那在他角度看 他就 以為自己知道萬物的事 那我自己就經常覺得 我是什麼都不懂 我是需要去 學很多東西 去補我的不足 因為這個世界是很大 就是之前 我想我幾十年前 我都會是很自滿 以為自己大學畢業就很厲害 天下無敵 那經過很多的碰撞 頭破血流 就是坎頭埋牆之後 就發覺原來自己根本 不外如是 根本有一個普通到 不得得不知了的一個普通人 那需要是去學習 後來我就發覺 就是要看多些書 謙卑一點 看多些東西 才會令到個人會改進 那蘇格拉底已經是一個 在當代來講 在雅典來講 已經是一個很偉大的哲學家 他都講一番出這種說話的時候 你怎麼可能會說你知道任何東西 根本就沒有可能 你只可以說 你讓人知道早一些東西 但是可能是基於別人的學識 或者是有些經驗 你是讓人早一點點 但是並不代表你的智慧 知識是比人高 如果你經常覺得自己是至高無上 那我想你都會生活得很辛苦 因為世界上有很多東西 都並非好像你那樣運行 跟著你就說自己懷財不育 跟著又說自己世界不了解你 那是自己是一個惡性循環裡面 那反過來你清空了自己的時候 你才會有空間去裝一些新東西 今天想說的蘇格拉底的名言就到這裡 有什麼可以留言大家聊一聊 拜拜